打到外管办事处 希望协助订机票 早点离开以色列 如果官员回复 给你自己订机票哦 这还要你交 侯汉廷话说的肯定 但是实际上却是外交部 10月19号早早启动 以色列撤侨行动 过去以来的撤侨 民进党哪次成功的 以前日本风灾的时候 就因为民进党无能 还要用网军卸责 最后逼死了一名官员 重提已被认证为假讯息的 2018关系事件 台湾人畅衰自己人 虽息四真是假 恐怕掉进认知作战陷阱中 在以色列的这些台湾同胞们 如果真的有什么需求 去找对岸的大使 操作错假讯息 过去大概都有比方说 从中国的官宣 现在一个新的形态是 他们利用台湾的内容 由台湾产制内容 再由中国的官宣 把它做成节目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扩大器的话 其实扩大了扩大器 并且再从很多通路进来 以不实讯息 又使国内民众以而传而 无论其手段为何 最终目的都是要打击 我国政府威信 并伺机扰乱 国内政府人员 及民众的士气 明明是台湾节目 在中国重制之下 成为中国各影音平台短片 但其实以哈冲突爆发后 中国已有四人死亡 两人失踪 对比台湾 美日等国 派遣专机协助撤离 中国仍未有撤侨机下 甚至还有35名中国人 更一度向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 寻求协助 表示想搭台湾的撤侨专机 虽然不排除 可能是要制造假消息 但是也有可能是 中国不愿意让台湾扮演 来协助中国侨民撤侨 这样的一个角色 错假讯息四起 及时澄清 才能避免掉进 中国设下的认知圈套中 近期的新闻 谢谢刘威廷 采访报道